姐妹们,随便就是随便买的意思,对吧? 你怎么啦?戴帽子了 你想你饿了,你就去买吧 不说,你去买吧 你买呀吧 什么,有钱的 哇 好棒 这些冰箱吧 这些冰箱呢? 这是冰箱吗? 是冰箱? 这是冰箱的冰箱呢? 是冰箱 是冰箱 戴帽子了 是冰箱 冰箱 真正好 这是冰箱 很冰箱 是不是冰箱 ètres冰箱 我们现在就这两碗去 我们现在就准备好了来玩了 坐 坐 beautiful 你在筷子吃这个 黏鬼 跟祝 Dougla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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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 corriro 这是串凯 罗鸡 牛肉 牛肉 鸡肉 鸡肉 我看见安安自己是最固执的 最不听话的人 又有个听话的 是吧 你也这样认为 你是小孩 你自己把你自己当小孩 我可别把你当小孩 走啊 给他乱买个包裹 这就行了 买穿了呢 我没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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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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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韩国真挺有意思的 刚才我去商店里 点安又买这个饮料 我问那个大叔 我说有没有常温的 大叔说没有 大冬天的 孩子喝的这些饮料都在冰箱里放着 咱也不知道这韩国到底是咋回事 那韩国大人喝凉水 咱理解 那小孩子那么小 都得给他喝凉水 我们不给他买了又不愿意 哎呀你说这 这真的就是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的就是习惯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景 就是在韩国啊 就是大冬天的哈 无论大人和孩子 他都得喝凉水 饮料也是凉的 就没有无常温的 哎 你说要是在中国 这这咱就成虐待孩子了 是吧 在韩国他就不一样 哈哈 一个字 绝 嗯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哈 我忘了 不愿意跟他说话 看了就够了 为什么不 不想跟我说话 你去买吃了 你没想着给我买个 嗯 你去买吃了 没想着给我买个 我不愿意跟你说 你 你没有说清楚啊 你 你得说清楚啊 其实这就是 语言的这种的理解的差异 跨国婚姻可能 都会出现这种的 的情况 就是语言的时候 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充分理解 对方的语言 所以呢 会产生这种的情况 你随便吧 这样是 这样的意思 是我不吃的意思 谁说你随便吧 是不吃的意思 来 你问问 你问那个谁 在汉语中 你随便吧 这个意思是不吃的意思吗 你随便吧 随便买点的话 就是你自己随便买点 我你买什么 我都能吃的意思 我都要吃的意思 有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不是 韩国人 韩国人 在韩国上 在韩国在昌 里面 说什么样 你那样 你那样 就不吃的意思 你这三天不打 上房接我啊你这事 不给你吵架 没给你吵架吧 你就开始嘚瑟了 我看你这 你都得再给你吵一吵 我说你随便吗 这意思是不吃 那我也不知道 你理解成这个意思吗 你这样 我也不知道你想识的 怎么了 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看你我吵架 我也不想和你一起说话 看你这话 我看你更够了 我干够了 你别开我车 我干够了 这是我的车 你花钱买的 这是我的名义的 我只是写了你名义而已 因为我用我的名义的话 那个保险太贵了 名义重要 名义重要 你给我 你给我 家庆明真人事真是哈 你不要你那个face 你不要你那个face 但你不知道要带 你怎么再坐 你不能再坐 你太好 因为我可以坐 他在家里面 如果又要坐 在家里面 他不肯定 你会有空 我还是要坐 他在家里面 我以为他在家里面 你会有空 我和你比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